咱们今天呢来说一件2015年发生在广西的案件 2015年9月6号 这是一个星期天 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有一所寄宿中学 那么这所中学高一有一个学生姓黎 小黎这一天呢就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他的妈妈呢是在外地打工 妈妈打电话来干什么呢 就说呀听邻居讲 小黎的爸爸黎君有两三天时间没回家了 让他赶紧回家看看去 他的家呢是在陆川县米厂镇米厂村 回到米厂村之后 小黎到家这么一看 确实父亲黎君不在家 他呢就到父亲平时经常去的地方 找了一个遍 哪儿都找不到 给父亲打电话吧 也没人接 这时候啊他就找邻居打听 邻居就说 差不多两三天以前吧 你爸呀 在米厂镇一家麻将馆打牌的时候 让人给带走了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这小黎心里边啊 是要多慌 有多慌 就怕爸爸出什么事 于是呢 赶紧到了米厂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警之后 警方啊 先了解一下黎君的基本情况 黎君这个人呢 在米厂街上啊 还是比较出名的 一见这个人大伙都认识 黎君呢 平时很少去外边打工 就喜欢打打麻将 打打牌 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 民警呢 马上就到米厂镇 黎君经常去的几个麻将馆走访 米厂街市场 有一家麻将馆 这家麻将馆的老板呢 就向民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说15年9月4号当天 黎君呢 就在他那打牌呢 这时候啊 一辆银色的轿车 还有一辆皮卡车 就停在麻将馆门口了 车上呢 下来了那么七八个人吧 就走进了麻将馆 他们根据手机上的照片 就认出了黎君 说有人找他要债 让黎君跟他们走一趟 黎君呢 也没反抗 也没说什么 跟着这几个人就走了 之后可就没人见过黎君了 那么是什么人找黎君要债呢 黎君又欠了什么债呢 通过外围调查 民警就了解这黎君呢 平时除了打牌 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啊 所以他被带走 很可能是因为欠人家赌债了 如果说找到了黎君的债主在哪 那么也许就能找着黎君了 当时警方呢 就调查了所有迷场啊 经常和他有点赌博来往的人 后来发现呢 一般不欠钱 即使欠呢 欠的也不多 也就是欠个几十啊 欠个一二百啊 也就这样子 所以警方就把那些欠了一百多块钱啊 欠几十块钱的人就都排除嫌疑了 那不至于说为了几十块钱 你把人给掳走了呀 对吧 你掳走一天 你给他吃盒饭还得多少钱呢 排除了赌博纠纷之后 民警又把黎君平时出入的场所 还有交往的人员 重新排查了一遍 还是没发现黎君的行踪 此时啊 距离黎君被带走 已经过去五天了 他究竟被带到哪了 把他带走的是谁 作为受害者 就在迷场镇一个麻将馆里边被人带走了 不过 别忘了麻将馆老板当时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去的人是开着一辆银色的轿车 还有一辆皮卡车 那么接下来就要找这两辆车 根据对案发现场的走访 以及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视频 警方就发现在黎君被带走的时间段里 有一辆丰田轿车 还有一辆皮卡从麻将馆方向就开了过来 两辆车出了迷场镇 就向着陆川县城的方向开过去了 警方就怀疑这辆辆车应该和黎君的失踪有关 但是啊 这两辆车快到县城的地方 没进县城 从陆川往沙湖的一个路口就走了 让民警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呀 过去之后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 这车又折回来了 通过调查 这两辆车的车主都是迷场镇上一个水果店的老板 于是民警立刻对这个水果店的老板展开了外围调查 后来啊 这老板说啊 当时呢 他是过生日 车呀 借给别人开了 他自己没开 所以说车主的嫌疑就又排除了 不过既然你是借给别人开了 那警方就得搞清楚 到底借给谁开了 谁借的车 谁是使用这辆车的人 然后再从这个车辆的使用人的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 当天晚上他跟谁在一起了 这是警方接下来一个侦查破案的重中之重 一个主要的思路 为了查明案发当天是谁开的车 民警找到了这位水果店老板 就问他这几天的车辆使用情况 但是这个水果店老板呢 也没什么反应 他就说 哎呀 那个那天晚上啊 我呢 在过生日的时候就在KTV 正好这个林副一帮人 反正过去了 要车 反正就开车去了 开出去一个多小时吧 就回来了 水果店老板说的这情况 和警方先期调查的情况是基本吻合的 那么接下来就得查查这个林副了 林副当年25岁 广西路川县温泉镇人 没有正当的职业 警方调查就发现 这个林副啊 跟这个受害人啊 就跟黎君 本来是不认识的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更没有任何的资金往来 更别谈什么债务了啊 那么实施绑架的嫌疑人林副 既然和黎君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以林副为首的这伙人 为什么要把黎君从麻将馆带走呢 他们把黎君带去哪了 黎君是不是还活着 警方呢 就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路径来打听受害人的下落 时间一晃 黎君失踪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黎君的家属啊 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就人很可能是遇害了 于是就开始处理黎君的一些 个人物品 因为按照当地习俗的话啊 如果说谁死亡了 那么家里人呢 就会把这个死者的相关的东西 扔了呀 或者是烧掉 我相信可能不光是广西 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都是这样啊 就在家人对黎君的个人物品 进行处理的时候 就看见有一个笔记本 这笔记本里呢 有一张纸条 这个纸条是谁留下来的呢 是黎君留下来的 那日记本上写的什么呢 说有一个人叫李源 如果我出什么事了 那么肯定是李源干的 纸条上提到的这个人呢 黎君的家人并不认识 但是纸条上的内容呢 又描述了黎君曾经被这个叫李源的人挟持过的经历 这可是关键的一个线 黎君的家人觉得这张纸条一定和他的失踪有关 于是当天啊 冒着大雨就赶到了迷场镇派出所 把这张纸条就提供给了办案人员 民警呢 围绕这张纸条上说的那个李源就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 这个李源呢 长期不在国内 是在越南打工的 大家也都知道 广西嘛 跟越南很近啊 很多地方都是接壤的 他跟这个受害人黎君之间 也没什么交集 并且啊 黎君的其他笔记呢 都被家人给烧了 警方也没办法对这张纸条进行笔记的鉴定 所以说当时民警也没法确定这个纸条 是不是黎君留下的 只能啊 先把这纸条放一放 由于没法确定纸条上信息的准确性 民警决定还是沿着之前那两辆车 以及啊 当时开走车的林傅这条线索继续调查 警方就了解到 林傅啊 平时跟几个人走的比较近 这几个人呢 有一个姓庞的 有一个姓陈的 还有一人的叫李玲 平时啊 就是靠人追赌债 挣点零花钱 当时警方就考虑啊 是不是黎君欠了谁的赌债了 而被林傅他们进行了非法拘禁 就是为了索要赌债 民警呢 就暗中调查林傅等人近期的人际往来 重点排查 其中有没有人跟黎君有所交集 警方啊 在调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 林傅他们也在通过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路径来打听受害人黎君的下落 等于说啊 林傅他们干的事跟这一段时间民警干的事是一样的 人是林傅带走的 但是林傅也不知道这人到底去了哪了 所以警方就想 这后面是不是还有主使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暗中盯紧了林傅他们 等查清楚幕后主使之后 再对林傅他们实施抓捕 这时候啊 警方回过头来 又想起了黎君的家属 交给警方的那个小纸条 警方就大胆推测 这小纸条上说的李源 是不是就是这个案子的幕后指使人呢 于是民警再次对纸条上提到的李源的行踪 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 警方啊 掌握到了李源的一些资料 这李源呢 长期在越南打工很少回国 但是啊 在案发之前 他曾经两次回国 其中一次回国的时间 是在案发的前两天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就从越南回来了 等案发过了 第二天的时候 马上又通过口岸 回到越南了 这个时间 他为什么急匆匆的回到中国 为什么又着急忙慌的出去了 就在侦察员准备对李源的可疑行踪 展开进一步调查时 负责蹲守林傅的民警就反映 说林傅他们哪 有外逃的迹象 鉴于这个情况 专案组决定 对林傅进行收网 2015年9月16号 专案组对实施绑架的嫌疑人 林傅 李某 庞某 陈某等人实施抓捕 并且立即展开审讯 通过对林傅等人审讯 警方就发现 林傅他们事发当晚 是拿了一个姓赖的人 三千块钱 等于是受到这赖某的雇佣 这才把黎君给带走的 他们说当天晚上把人抓上车以后 送到了一个叫馒头岭的地方 交给了一个中年男子 而他们跟这个中年人不认识 之前都没见过 这个男的到底是谁 是不是雇佣他们的幕后主使 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赖某跟这个男的又是什么关系 他们也不知道 此时的黎君究竟在什么地方 他们更是不知道 为了解开这些疑团 光抓捕林傅他们没用了 专案组呢 立即组织警力 对这个赖某实施抓捕 赖某当年四十岁 陆川县迷场镇人 没有正经的职业 到案之后啊 赖某就说了 是他的一个朋友 叫李傅 给了自己五千块钱 让他帮忙找人 去找一个叫黎君的人 追讨赌债 之后呢 他呀 花了三千块钱 雇了林傅他们这伙人 等于他当中间商 赚两千块钱差价 九月四号 让这林傅他们 把黎君带到了 这李傅指定的馒头岭 因为当天呢 这赖某也没出面 所以说实话 赖某也不知道 当天去接收黎君的人 到底是谁 那个人到底是谁 这黎君纸条上说的李源 真的就是幕后的主使吗 他和黎君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啊 林傅他们把黎君带走之后 就到了馒头岭 到底啊 跟他们交接的那个中年人是谁 这林傅他们呢 也不知道 至于李傅那边 李傅因为没去 他也不知道啊 当天到底是谁 去接手的黎君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抓案组 又顺着茬 把这李傅抓获了 李傅 41岁 迷场镇人 也没有正经执意 他到案之后呢 就跟警方说 我呢 也跟这个黎君呢 没什么仇 没什么怨的 我是受到李源之托 是李源让我把那人找过来的 李源呢 就是黎君纸条上提的这个人呢 再次进入了警方视线 这李源一直在越南打工 跟黎君之间也没交集 也不存在债务关系 为什么李源要以欠赌债为理由 故人绑架黎君呢 李源已经不在国内了 他把黎君藏到哪了呢 虽然前期调查显示 纸条上提到的李源 行踪很可疑 但是并没有发现 他绑架黎君的作案动机呀 他长期在国外打工 跟黎君没有交集 为什么说黎君欠他赌债呢 他们真在一块赌过吗 警方啊 一边审讯李傅等人 一边调查 9月4号案发之后 李源的具体行踪 希望从中找到黎君的下落 因为李源已经出境了 警方你没办法说 跟到越南去对他进行追踪 所以说还得把重点 放在李傅等人身上 警方就夹打对李傅等人的审讯力度 力求在这方面 打开一个突破口 通过审讯 民警了解到 2015年9月2号 在国外打工的李源 突然回到陆川县 并且找到李傅说请他喝茶 这李傅跟李源呢 是同学关系啊 就说有事 要李傅帮忙 俩人到了茶馆之后啊 嘶喽嘶喽两口茶 然后就开始说正事了 李源就说呀 这个人呢 欠我十万块钱 这么着 我给你一万啊 你就帮我把他叫出来 写个欠条 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 所以呢 李傅也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很爽快 就答应了这个事情 随后啊 李傅又用五千块钱的价格 请这个赖某帮忙找人 等于说李傅赚五千插价 赖某呢 赚两千插价 这是层层外包啊 最终不就找到了林傅他们吗 这林傅他们一听这事简单呢 不就找着就完了吗 挣三千块钱可以呀 再者说了 之前都是去跟别人直接要 真金白银去 这回就让他写个欠条 那太容易了 所以林傅他们呢 屁颠屁颠的就答应了 9月4号 林傅他们呢 在KTV参加水果店老板生日聚会的时候 这个李傅就通知他们 说这李军呢 正在迷场街市场的麻将馆打麻将的 你们赶紧去吧 这么着 林傅他们就借了车到麻将馆找的李军 找到李军之后呢 就说跟他要账 李军呢 可能也知道自己欠了多少赌债是吧 反正呢 也没反抗 就上车呗 带上车以后 就给李傅打了个电话 说人呢 已经找着了 后来呢 就把这人送到了馒头岭 他们到了馒头岭 在路边等了十多分钟 那个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 到了他们停车的地方 那么当时这个中年男子是谁呢 其实啊 就是李源 李源呢 当时把人弄到手之后 还跟林傅他们说了 说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啊 不一定弄得好 这么着你稍微等一下子啊 我呢 用绳子先把他给捆了 李源从自己摩托车的工具箱里 拿出来一条绳子 把黎君的双手就捆绑在身后了 期间这黎君呢 也没有做任何的反抗 在确认把黎君捆绑好之后 给了林傅他们三千块钱 林傅他们呢 开着车又返回了KTV 接着唱歌去了 至于这个李源 最终把黎君带哪去了 对他做了什么 甭管是李傅也好 林傅也好 还是那赖某也好 通通不知道 据李傅交代 案发之后第二天 他呢 从李源那儿 拿到了剩下的七千块钱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跟李源联系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只有李源 知道黎君的下落了 可是李源已经出境了呀 警方啊 还是决定 先从李源的社会关系 入手调查 看能不能发现 更多有用的线索 李源呢 家庭成员关系很简单啊 就一个妻子 一个儿子 儿子还读书呢 应该不可能有什么债务 有债务 那也应该是他的妻子 随后呢 又调查了李源的妻子 就发现李源的妻子啊 平时也打牌 并且呢 经常出入迷场镇的 那几个麻将馆 通过警方走访调查 就发现这李源的妻子 经常跟这个黎君 是双双出入的 就俩人呢 经常一起去麻将馆 一起走 民警立刻找到了 李源的妻子了解情况 李源的妻子 一看警察都来了 他呢 也知道什么事 都瞒不过去了 他就说呀 自己和黎君 不光是牌友的关系 他们两个更是情人 俩人呢 存在着男女不正当的关系 并且他们的这种关系呢 在2015年5月份的时候 李源回来休假的时候 发现了 当时啊 李源的妻子就跟李源说 哎呀 我不是想背叛你的啊 我不是想对不起你的 我是被迫的 这这这是黎君强迫我 我这才跟他做了那样的事 李源呢 对他的妻子进行了警告 但是啊 他的妻子跟黎君 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还在继续当中 警方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就发现这李源 有了充分的作案动机了 接下来就是找黎君了 当时这林傅他们 是在满头岭跟李源交接的 于是民警调取了满头岭周边 所有的监控摄像头的视频 可还是没有发现黎君 要说起来啊 想在满头岭找人很难 因为满头岭啊 这一片面积很大 都是连绵不断的山 又高又密的 还有呢 就是那个地方啊 有好多工地上挖出来的泥 就县城里边盖房子呀 你不得挖这个地基吗 挖出来的泥呀 就都放到满头岭这边 在那一倒就完事了 所以到处都是新土 民警整整搜查两天 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也找不到黎君和李源的任何东西 由于无法确定黎君目前的状况 所以2015年10月24号 路川县人民检察院 将以李源为首的六名犯罪嫌疑人 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批准逮捕 可是李源没到案啊 这是主犯啊 受害者还生死不明呢 公安这边侦查工作 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一直到了2015年12月份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 专案组还是一直在寻找着李源的行踪 只要听到一点有关于李源的消息 专案组就会立刻跟进 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这李源一直不到案 就一直无法知道黎君的下落 因为李源呢 在国外 当地警方啊 又没有权利 说到国外把李源给抓回来 哎呀 这可把警方给愁坏了 为了尽快把李源抓捕归案 专案组决定向上级申请 由公安部报请国际刑警组织 对李源进行国际通缉 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 一旦下去了 那么犯罪嫌疑人在境外 你就可无处藏身了啊 你就只能是偷渡回国 2016年1月29号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 针对李源的国际红色通缉令 这个红色通缉令呢 按照咱们公安机关的要求啊 第一案件一定要是非常重大的 第二有关法律手续 一定是经过检察院批准逮捕之后 才能上报 红色通缉令发布之后 这还真是管用啊 四个多月以后就有消息啊 说李源已经偷渡回国了 在海南海口市一带活动呢 2016年6月16号 专案组组织民警前往海口市 调查李源的具体行踪 伺机实施抓捕 警方呢 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 就发现李源 在海口市美兰区的一个超市里边打工的 民警啊 就假扮成顾客啊 就到那超市买东西进行观察 经过民警近距离的辨认 目标正是李源 所以民警果断出击 把李源当场抓获 历经九个多月的逃亡生活 面对警方的铁证如山 到案之后的李源很快就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说呀 15年5月份的时候 他回国一次 回到家里 无意之中就从他妻子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些暧昧的信息 当时他就很生气 就告诉他妻子啊 这一回我原谅你了 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随后李源呢 也找到了黎君 就威胁他以后 不许和自己的妻子有任何往来 可是 在这次事情之后呢 黎君呢 感觉生命受到威胁了 这才写下了那张纸条 可黎君呢 照理说你感觉受到威胁了 你就跟人李源妻子断了关系就完了呗 他还不断 还舍不得 在李源再次出国武功期间 俩人又搞到一起去了 这李源呢 后来听老乡说 哎呦 那什么 反正你媳妇啊 跟那个黎君呢 还是不清不楚的 他这时候就下定决心 我得报复黎君 2015年9月2号 李源从国外回来 回到弥厂镇 找到自己同学李富 以追赌债为由 让李富帮忙 找人绑架黎君 并且承诺给他一万块钱 作为报酬 9月4号 林富他们呢 就成为了绑架黎君的实施者 案发当天 在馒头岭 李源可就见着了黎君 李源呢 用绳子把黎君捆住之后 把钱给了林富他们 让他们走了 剩下来可就是他和黎君了 一开始啊 李源就和黎君在那商量 说你别找我媳妇了啊 可是黎君呢 一个劲的在那说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 我俩发生关系 那我俩都是自愿的呀 李源呢 就跟黎君说 说不可能 我媳妇说了 是你强迫他的 我信我媳妇说的话 反正俩人 你一言我一语 就发生了争吵 争吵过程之中 李源把黎君呢 就推倒在地 用脚就踩住了黎君的后脑勺 把黎君的脸呢 就踩到了泥里 因为那都是松土啊 咱们不说了吗 县城里边挖出来的那些土 都到了这山上啊 踩了几分钟之后 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当时呢 也不觉得有什么 就觉得是不是黎君晕倒了呀 就把黎君呢 拉到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拉到了一片竹林子里边 就想着我赶紧走吧啊 等他醒了自己回去就得了 随后呢 就骑着摩托车回家了 可晚上越想越不对劲 第二天凌晨 拿着铁锹 又来到了馒头岭 发现黎君呢 果然死了 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把黎君的尸体埋了起来 这些事情都干完了 李源知道杀了人了 我不能再在家待着了呀 赶紧的就有出境了 这回啊 不敢像之前一样 通过正规渠道找工作了 而是找到赌场里边 给人打零工 只要有当地警察啊 到赌场检查的时候 他呢 都躲躲藏藏的 就怕被查到 自从国际红色通缉令发布之后 国际警方啊 就增加了对流动人口的调查频率 这越南警方呢 也算是盯上他了 所以李源呢 在国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受到局限 他知道我再不走 我可是肯定就被抓 这才偷渡回国 躲在了海口 在一个超市里做搬运工 审讯结束之后 抓捕组的民警 押接着李源他们 到了馒头岭指认现场 可因为当时啊 已经过了很久了 那儿呢 到处都是土 到处都是草 树呢 也比较茂密 费了可大的力气 始终找不着人 那怎么办呢 加大警力 挖吧 就一下一下的挖 一寸一寸的挖 终于啊 发现了一个手机袋 后边呢 慢慢的把这手机袋拉出来 再一点一点的在那细挖 这才找到了黎君的尸体 之此 埋在地下九个多月的黎君 终于被找到 而那张纸条上的真相 也终于是水落石出 今天咱们要说的 是一起发生在国内的很有意思的案子 说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里 发生了一起离奇死亡事件 有一名村民在自己的家里跟家人和几位客人一起吃过晚饭之后 突然呕吐不止 旋即死亡 当地警方跋山涉水来到村子里 却发现这起案件的侦破 困难重重 法医初步鉴定 死者应该是死于中毒 但同坐一桌的其他人 甚至跟死者共吃一碗饭的其他两人 却都安然无恙 唯独死者中了毒 这让法医疑惑不解 但如果说他不是中毒死亡 可死者死亡前后的反应跟中毒的确非常相像 由于案发的村子地处偏远 法医和警方无法把更加高精尖的设备运到现场 也无法把尸体快速的运出城外 因此 在这起案件当中 法医和警方只能凭借自己敏锐的嗅觉和高超的推理能力 来对死者的情况 以及可能存在的嫌犯 做进一步的调查 环境闭塞 没有高精尖的设备 仅仅只能凭借自己的嗅觉和大脑的推理 来寻找这起案件的真凶 毫无疑问 对警方 对法医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到底是不是一起投毒案件 如果是投毒 这名凶手究竟用了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如此精准的毒死一个人呢 今天咱们就来详细的解剖这起离奇的案子 这起案件发生在陕西省商洛市的偏远山区 位于商洛市下辖的一个叫做榨水线的地方 这个榨水线本就地处山区 而案发的土桥七村是更加的偏远 土桥七村距离县城租左右两百多公里 是榨水线下辖的最偏远最冷清的村子 就算是距离最近的其他的邻村 也有好几十里的山路 而且这个地方非常落后 连电话都没有 不过这样的环境也让这里更加的宁静和安逸 在这个小村子里一直以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 大家的日子都过得还算是安静和谐 但就在1993年3月13号的凌晨 榨水线公安局突然接到报案 报案人表示 土桥七村的村民周世宝在晚饭过后 突然神秘死亡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听到这个消息 当地警方立即组织相关警力 翻过茫茫大山赶到了现场 死者名叫周世宝 男39岁在家务农 案发的3月12号下午 周世宝的家里非常忙碌 他的妻子张应之一直在厨房里忙活 炒了好几个菜 换做平时 他们肯定不会做这么多的菜 这一天之所以做这么多 因为当天家里有客人 来的人是周世宝的哥哥周世金的亲家 王桂林 还有王桂林的儿子吴某 以及外甥杨某 家里来客了 那自然做得要好一些 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当天晚上7点钟 他们的晚餐正式开始 此时在厨的总共有7个人 除了王桂林这三个客人 还有周世宝自己 另外还有周世宝的哥哥周世金 周世金的儿子 另外还有一位临时被叫过来 关系不错的一个姓梁的村民 咱们叫他梁某 这是一桌7个人 其实本来桌上应该还有周世宝的妻子 张应之 但是张应之毕竟他负责做饭 他得一直忙活 而且他们吃饭 是一边吃一边炒新的菜往这端 所以张应之就没有机会坐下吃饭 那么就这样 他们的晚餐正式开始 这7个人一边吃着 一边聊着家常里短 一边喝着酒 有说有笑的 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正常 直到这个晚餐进行了一半之后 桌上有这么一碗炒鸡肉 这碗炒鸡肉已经吃完了 吃完之后 碗里边就剩了一些鸡汤 有这个鸡汤在这占地方 周世宝就把它拿起来 打算给倒掉 但这个时候 旁边坐的这个亲家王桂林 他突然站起来了 说你别扔 我就爱喝鸡汤 你把这个鸡汤给我 一会我把这个鸡汤 就着米饭一块吃 这么一边说着 王桂林就把这个鸡汤拿过来 然后给端到了厨房里 放到锅里保温 打算等着一会儿 这个米饭蒸好了 直接用这个盛鸡汤的这个碗 盛上米饭 再端过来吃 那几个人有说有笑 没过一会儿 米饭就蒸好了 那此时 一直在厨房里边忙活的 妻子张应之 就把米饭盛到了 每个人的碗里 然后让周世宝 把他给端到饭桌上 分给每一个人 在给每一个人 端了一碗米饭之后 周世宝端起最后一碗米饭 给自己拿了过来 但是吃了没几口 周世宝突然张嘴说 哎呦怎么回事 我这个嘴突然有点麻 他一说这话呢 就吸引了大伙的注意力 所有人下意识的 就都往周世宝的碗里看 旁边这个亲家王桂林一看 周世宝手里端的这个碗啊 是那个盛鸡汤的碗 哎呦这怎么回事 这盛鸡汤的碗怎么给你了 不是给我吗 那周世宝一听这话 往自己碗里一看 说哎呦 估计是刚才太忙 给端错了 于是赶紧就把自己手里的 这个还没吃完的 这碗鸡汤泡饭 全都拨到了王桂林的碗里 王桂林端过来 津津有味的吃了几口 说哎呦 这鸡汤啊 花椒放的太多了 怪不得你那个嘴麻呢 肯定是吃着花椒了 周世宝不置可否 因为自己碗里这饭 都拨给王桂林了 他就只好端着空碗 去厨房里边 再盛一碗新的 而王桂林自己在那吃了一半啊 发现自己吃不了 就给旁边的村民 那个梁某 给他也拨了一部分 俩人把这碗饭给分着吃了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 大伙全都吃饱喝足 开始满足的坐在那休息 一边休息 一边在闲聊天 但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周世宝突然又开始说 说自己这个嘴还是发麻 而且这个手好像也麻了 不光是麻呀 感觉这个心里边还烧得慌 很难受 起初大伙认为 周世宝这应该是刚才高兴喝多了 就赶紧把他扶到床上休息 可是过了一会儿啊 他还是感觉很难受 甚至感觉这个浑身上下都开始发烧 给他难受的在床上来回直打滚 甚至不光是打滚啊 过了一会儿还吐了 而且他吐的这个呕吐物啊 这味道非常的奇怪 把大家熏的不行 一看这个太味了 王桂林就赶紧去外边找了一点煤渣子 把他吐的这个呕吐物都给盖上了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个周世宝越吐越厉害 越吐越多 弄了半天 盖了半天 才全都给盖完 就这样 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痛苦挣扎之后 在3月12号当天晚上10点钟 周世宝断了气 这一下大家可炸开了过了 找村长的找村长 找大夫的找大夫 凌晨1点钟 村长闻讯赶到现场 此时他看到周世宝 以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 惨死在床上 看到这个样子 村长感觉这事儿有点奇怪 于是赶紧就派村民到70里地外 刚通电话的高桥乡 去打电话 报了案 那么这故事发展到这儿 应该不难发现 这起案子 它的案发环境是比较特殊的 喜欢看推理小说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有一种推理案件的模式 叫做暴风雪山庄模式 这个模式呢 小名叫孤岛模式 孤岛模式应该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所有人都被关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在一座孤岛上 在这个地方呢 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凶杀案件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 毫无疑问 凶手就在这些人当中 但是因为环境相对封闭 案件发生之后呢 外来的警方的干预 往往在短时间之内无法介入 而且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 条件也非常有限 很多的高端技术无法使用 那破案就只能依靠纯粹的推理 所以在这起案件的前半程当中 不难发现 这的确很像是一起孤岛模式的案子 如此偏远的小山村 距离最近的县城200公里 而且连电话都没有 打个电话报案都要跑到70里地外的乡里 才能打上电话 而死者又是在聚餐吃饭的过程当中死亡 从这个情况来看 极有可能是在吃饭的时候 不小心射入了毒品 由此看来 如果这是一起谋杀案件 那么凶手极有可能就在在场的几个人当中 不过跟标准的孤岛模式案件不同的是 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 警方及时赶到了现场 并且对现场迅速展开了详细的勘察 首先警方询问了在场的所有人 大致了解了案发的前后经过 面对这样的一起案子 警方也立刻意识到 如果周世宝不是自杀 不是死于意外事件 那么真正的凶手应该就在在场的这几个人当中 那么这也就表示这起案件不是仇杀 就是情杀 于是警方迅速对在场的这些人的人际关系 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和了解 首先警方找到了村长 对死者周世宝生前的交际状态 做了一个大致了解 毕竟死者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最为重要的 经过村长介绍 说这个周世宝 他的文化水平很低 这辈子基本上没有出过村子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而且这个人平时唯一的活动就是下地干活 因此他的这个人际交际 基本上都是局限在村子内的 而且周世宝为人老师跟村民之间相处的都非常不错 也没有听说他得罪过什么人 周世宝的上面有两个哥哥 大哥叫周世金 二哥叫周世银 这三兄弟呢 一直都是一起生活 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是非常好 不过在这三兄弟当中 唯一美中不足的 是这周世宝的二哥周世银 这个周世银非常不幸 从小时候生下来 他的精神方面就有问题 说白了 是一个精神病人 所以说这三兄弟一起生活 这大哥周世金和三弟周世宝 也是为了方便照顾周世银 这是他们一家三兄弟的情况 基本上没有裂痕 而当时在场的外人 这个周世金的亲家 王桂林一家 这王桂林一家呢 跟这个周世银一家 关系也都非常不错 跟周世宝呢 那自然也是经常见面 也不存在什么矛盾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分析的话 警方没有发现 这个周世宝的人际关系上 存在问题 不过呢 在介绍完了周世宝 这三兄弟 以及亲家王桂林之后 村长话风一转 说到了死者周世宝的妻子 张应之 根据村长的说法 说这个张应之啊 他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 这个周世宝 跟他媳妇张应之 其实他们本来是一个表兄妹的关系 但是当年呢 因为这双方的父母包办婚姻 就让这个张应之 嫁给了周世宝 那周世宝这个人 虽然说他老是本分肯干活 但是一 他长得不帅 二呢 他比张应之 要大上12岁 因此张应之 对这门婚事 是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呢 父母包办 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从订婚那天开始 张应之就一直在闹 即便是后来俩人硬着头皮结了婚了 也曾经多次闹离婚 甚至有一次还闹到了法庭上要诉讼离婚 但是最后也没有离成 另外最最重要的是 这个张应之 他在外面有一个聘头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他的这个聘头 这个情人 是村子里曾经的党支部副书记 叫廖友智 这个廖友智和张应之之间 其实早就有不正当关系了 在结婚之前就有 那结婚之后呢 他们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一直在延续 而且是愈演愈烈 甚至后来 这个廖友智的妻子 悲愤之下 服毒自杀了 但是面对妻子自杀 廖友智非但没有改正 反而是变本加厉 之后为了方便往来 张应之竟然让他跟周世宝的儿子 拜这个廖友智为干爹 那么身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说这周世宝他能干吗 他肯定不干了 所以经常在家里面和张应之爆发争吵 而张应之也因此屡次提出离婚 但是周世宝一直不同意 一直没有让步 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张应之和廖友智 这两个不正当的狗男女 在村子里边 但凡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们俩其实都想抛弃原配 另行结婚 那么从这一点来看 他们也就有了作案动机 毕竟只要周世宝一死 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结婚了 所以经过了村长的一番介绍 警方这边大概也就有个数了 那么现在呢 可以说发现了有人具备作案动机了 那么下一步警方要做的就是寻找证据 看看找到的线索和证据 跟眼前的这个作案动机能不能对上 如果能 那么离破案 也就不远了 所以此时 警方决定 先从这个周世宝 他的尸体入手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根据法医的说法 推测这个周世宝啊 他有可能是死于乌头茧中毒 这个乌头茧呢 它是一种剧毒物质 同时如果使用得当 也是一种中药材 如果是乌头茧中毒 那么临床的表现 首先就是口舌以及四肢发麻 这和周世宝 他生前的反应是极为相似的 另外也会出现全身的紧束感 发热发烧等等这样的感觉 那么不难发现 周世宝这一系列的症状 很像是乌头茧中毒 但是放到这起案件当中 如果说周世宝 他是乌头茧中毒的话 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奇怪的 因为这个毒是从哪来的 这很难说 如果是存在于死者吃的饭菜当中 但是饭桌上的其他人 却都没有中毒 如果说是存在于酒当中 那别人也喝酒了也没事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毒是从什么渠道射入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那么警方左思右想 通过大家对当晚的回忆 警方就注意到了那碗鸡汤泡饭 因为这碗鸡汤泡饭 本来说好了是给亲家王桂林的 但却莫名其妙的送到了死者周世宝的手里 也只有这个地方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可疑了 但是仔细一问呢 发现这个情况又不太对 因为当天晚上是周世宝给大家分的饭 所以说这个鸡汤泡饭呢 是他放到自己这儿的 那再加上当天晚上 大伙都喝了酒了 而且喝的都不少 所以说呢 当时迷迷糊糊端错了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况且当时周世宝 他也没吃几口啊 刚吃了几口 发现竟然是鸡汤泡饭 就都分给王桂林了 而王桂林后来吃了一半吃不了了 又分了一半给村民两某 所以说这一碗饭 前前后后有三个人吃了 但唯独只有周世宝这儿 他出了问题 所以说这饭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周世宝的死亡呢 至到如今 看来只有通过尸检 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了 于是法医 就地对尸体展开了尸检 但是尸检的结果 让人失望不已 法医仔细解剖了死者的 颅腔 胸腔和腹腔 但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中毒迹象 也没有找到任何脏器的病理改变 唯一的收获 就是在死者胃里 发现了一些没有来得及消化的食物残渣 食物残渣的成分 和当天晚上他们吃的饭 也都是相符的 那这个情况就非常奇怪了 难道说周世宝他不是死于中毒吗 可是从他当时的反应来看 这跟乌头茧中毒实在是太像了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个问题让法医疑惑不解 在当时的情况下 尸检进行到这一步 就无法再继续往下进行了 毕竟 法医是跋山涉水来到的现场 很多高精尖的设备 在这无法使用 也无法携带 因此 他们只能就地尸检 但是这样的尸检方式 自然就没有那么的精确 那么的全面 死者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毒素 从肉眼来看 法医的确没有发现 但这并不代表真的就没有中毒 有些中毒反应 可能肉眼是难以辨别的 因此按照一般的惯例 在这个时候 应该把死者体内提取到的检材 送到上级机关相应的检测部门 去进行专业的检验分析 但是这样做的话 无疑会浪费很多很多时间 因为前面说了 土桥基村环境闭塞 它距离最近的县城就200公里 距离可以检验的机关 足足有六七百公里 这一去一回 案犯可能早就跑了 这案子可能会错过最佳的侦破时机 于是警方思考再三 决定先抓紧手头的情况 对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展开彻底调查 这进一步的尸检 先放一放 毕竟说不定随着调查逐渐深入 就可能找到其他的 能够证明死者死于中毒的证据 而警方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警方对现场的情况 也是很有把握的 警方也已经认识到 这起案件就是一起孤岛模式的案件 这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在场的某个人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 在这样的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环境下 凶手又是如何实施的作案呢 之前咱们说到周世宝在3月12号的一次家庭聚餐之后 突然离奇死亡 因为死者在死前有明显的中毒反应 而且发生在刚刚晚饭之后不久 因此警方认为他有可能是中毒死亡 而中毒其实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自己服毒 一种是他人投毒 但是周世宝生前压根就没有过轻生的念头 所以自杀服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此周世宝的死 如果真的是死于中毒 那么他只有可能是他人投毒 也就是说这应该是一起投毒杀人案件 但投毒者到底是谁呢 警方判断投毒者应该就在在场的几个人当中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 警方首先排除了当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村民梁某 和死者周世宝的大哥周世金 首先梁某 他作为一个外人 之所以当天晚上会跟他们一起吃饭 这纯粹是巧合 是临时被叫过来的 而这起案子很明显 极有可能是一起有预谋的投毒案 因此两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周世金这就更不用说了 兄弟两人感情向来非常好 他没有理由 当然也没有时间 周世宝的妻子张应之 以及张应之的情人廖友志 这俩人虽然都有作案动机 但是廖友志当时不在场 直接可以排除 张应之也一直在厨房里忙活 全程没有接近饭桌 因为投毒肯定不可能发生在做饭的过程当中 不然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因为吃下有毒的饭菜而死亡 所以说张应之虽然有着十足的动机 但是他没有机会作案 那除此之外 剩下的看起来比较有机会作案的 应该就是亲家王桂林了 因为王桂林要求留下了鸡汤 并且跟鸡汤有过直接的接触 而死者又是当时吃饭的时候 第一个接触盛着米饭的鸡汤碗的 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 虽然说这个王桂林直接接触过鸡汤 有可能会在鸡汤里下毒 但是鸡汤泡饭 后来他自己也吃了 梁某也吃了 这俩人都没事 这说明这碗饭应该是没问题的 再说了 他和死者周世宝俩人也是亲戚 人家专门做饭招待他 他也没有理由杀人 而且如果是他杀的 他好像也没有动机 俩人之间也没有仇怨 所以从动机来讲 王桂林就说不通了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 让警方非常的纠结 妻子张应之 他有动机 但是没有作案的机会 这亲家王桂林 他有作案的机会 但是没有动机 所以这个情况就让人很头疼 在这两个人当中 到底哪一个嫌疑更大呢 综合考虑 警方认为应该是这个王桂林 毕竟王桂林 他是有机会作案的 而且他在当晚的行为 也确实比较瞩目 首先就像之前说的 是他提出要吃鸡汤泡饭 因而留下了鸡汤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 大伙应该都注意到了 这碗饭当时被送到了死者周世宝的手里 这个情况其实就算是有人不小心端错了 但王桂林自己他碗里吃的不是带鸡汤的米饭 他自己看不出来吗 他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说呢 难道是因为不好意思吗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这是第一点 另外第二点也是一个小细节 说当时在周世宝中毒呕吐之后 这个王桂林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前查看 而是去了屋子外面 找了一堆煤渣 把这个周世宝的呕吐物全给盖上了 这个行为其实也很奇怪 除此之外 根据村长的描述 当天晚上 村长来到周世宝的家里的时候 地上的那些呕吐物已经被人清理干净了 那么这两个小细节一结合 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首先是王桂林把呕吐物给盖上的 但后来这些呕吐物又被人清理掉了 那么清理的人又是谁呢 据此警方分析 如果能够证实是王桂林清理了呕吐物 那么他的嫌疑就会上升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 假如说这个呕吐物的确是王桂林清理的 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 死者在剧烈挣扎 在不断的呕吐 但王桂林他非但没有赶过去照顾死者 反而是跑出屋外 找了一堆煤渣 进了屋子里 把这些呕吐物全给盖上了 然后后来又对呕吐物进行了清理 这样的一套操作 不得不说有点做作 有欲盖弥彰的嫌疑 于是警方再次对王桂林进行了讯问 而对自己当时的行为 王桂林做出了解释 他说当时自己之所以第一时间去掩盖了呕吐物 是因为呕吐物的味道实在是太刺鼻 太大了 而其他人都冲过去查看周世宝了 他就没有必要再过去担心了 那么这个解释倒是比较合理 不过呢 他只承认这个呕吐物是自己给盖上 给埋上的 但是并不是自己清理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呕吐物的掩埋和呕吐物的清理 是两个人完成的 那么到底是谁清理的呕吐物呢 王桂林表示 虽然不是自己清理的 但是他看到是周世宝的二哥周世银 把呕吐物给清扫掉了 这里这个周世银之前咱们提到过 他是死者周世宝的二哥 这个人有精神疾病 是一名精神病人 那么作为一个精神病人 其实他肯定不会跟咱们一样 看到脏了就主动去打扫 除非说是有人指使他 那么当时是谁在指使周世银呢 好在精神病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不会说谎 直接去问问他 这不就知道了吗 但是警方找了一圈啊 没有找到周世银 一问才知道 他在周世宝死亡之后 奉大哥周世金的委托 到镇子里面的亲戚家 去报丧去了 三天之内应该是回不来 那这个情况就非常尴尬了 没办法了 警方只能在屋前屋后 寻找那些呕吐物的去向 什么猪圈啊 厕所呀 各种地方能找的都找了 就差挖粪坑了 可就是没有找到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二天上午 好消息来了 距离死者家 百米开外 有一户姓柯的村民 当天早晨 这个柯某 他发现自己家养的五只鸡 离奇死亡了 而且在仔细观察之后 他发现在自己家的茅厕和菜地里 有粘着灰土和煤渣的呕吐物 听到这个消息 警方兴奋不已 毕竟同时死了五只鸡 这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 于是法医对着五只鸡做了解剖 果然就发现了 在鸡的胃里 有死者周氏宝的呕吐物 那么由此可以得知 周氏银受人指使 把呕吐物清理掉之后 倒在了这位姓柯的村民家的茅厕 和菜地里 而这五只鸡 在吃了呕吐物之后 也被毒死了 那么至此 可以百分百的肯定 死者肯定是死于他人投毒 那么下一步 如果能够找到指使周氏银 清扫呕吐物的人 距离破案也就不远了 因为清扫呕吐物的人 有极大的概率 就是投毒的人 他不希望警方从呕吐物当中 发现毒物的线索 但是眼前的情况 尴尬的是 最为关键的周氏银不在现场 所以这条线索 暂时只能中断 等周氏银回来 再加以询问 于是在这个时候 警方再次把侦查重点 放在了王桂林身上 毕竟这个王桂林 他的机会最大 他的行为也最为可疑 而这次 警方在通过打听调查之后 就发现 王桂林这个老太太 平时虽然看起来不声不响 但实际上 他还有另外一个可怕的身份 什么身份呢 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巫婆 俗称跳大神的 而且他的功力 据说非常好 甚至人们都说 他能用法术 把人给杀死 这鬼神法术之类的 警方虽然不信 但这个所谓的能用法术 把人杀死的说法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毫无疑问 这个说法似乎把 王桂林的嫌疑进一步的放大了 但这个王桂林的身上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眼下又很难说 因为面对警方前前后后的三次讯问 他的嘴里只有三个字 不知道 既然如此 警方决定换一个思路 试想 周世宝的死 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 目前看来 只有他的妻子张应之 和张应之的情人廖友之 其中这个廖友之不在现场 自然没话说 不过这个张应之 虽然他没有投毒的机会 但他毕竟在现场啊 说不定他会知道一些内情呢 于是警方就单独对张应之 展开了讯问 当时参与审讯的警员很聪明 他没有直接去问 有关这个周世宝的死亡相关的问题 而是以张应之和周世宝的婚姻 作为突破口 因为之前警方通过调查 已经了解到了 这两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 而这个办法呢 果然也非常有效果 一说到他们俩的婚姻 张应之的言辞啊 那是越说越上头 越说越激烈 他先是怒气冲冲的 把父母包办婚姻的事情 全都谴责了一通 特别是谈到两次提出离婚 周世宝死活不同意 这让张应之非常生气 以至于他在说话的时候 那是张牙舞爪 怒目而视 看起来还挺吓人 那么这种夸张的反应 立刻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毫无疑问啊 张应之这个作案的动机 非常的露骨 那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表现上 也能够在侧面说明 张应之应该不是凶手 因为如果是凶手的话 他对这种动机 应该是刻意隐藏的 但是问题在于啊 这个张应之 不论是在警方问他 还是他自己说的时候啊 他这个状态呢 总是很奇怪 虽然说越说越上头 越说越生气 但是总感觉他这话还没说完 吞吞吐吐的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让警方觉得 虽然说他应该不是案犯 但他肯定是知道内情 于是警方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 想炸他一下 怎么个炸法呢 这个警员就瞅准时机 对张应之说 事到如今啊 我们就直说了 为什么今天问你这个事呢 因为我们的尸检 已经检查到了 在你丈夫的体内 有大量的有毒物质 这些有毒物质 很可能是来自于王桂林 我们之前调查了 王桂林经常会给人做法事 而他所谓的做法事 其实都是用一些毒药 这些毒药 和你丈夫体内的毒药 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我们希望你不要再隐瞒了 如实交代 这样还可以从轻处罚 那当时警方说这样一段话呀 原本就是为了炸一下张应之 因为警方此前了解过 张应之没什么文化 就上过小学 对科学那是一窍不通 更不懂什么尸检 所以借助尸检骗他一下 再加上王桂林确实非常可疑 所以警方就说 在死者体内 发现了王桂林常用的毒药 那么警方这么一骗他 如果这王桂林真的是没问题 张应之他如果知道内情的话 那么他的反应肯定是能够被警方观察到的 而张应之当时在听了这番话之后 果然就露出了慌张的表情 警方一看 看来这张应之是真的知道内情啊 于是警方抓住机会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很快张应之的心理防线就彻底崩溃了 他对警方说 说这件事确实跟王桂林有关系 是王桂林用武昌法术杀害了周世宝 不过这张应之他毕竟没什么文化 他就光说是王桂林用武昌法术杀了周世宝 但具体这王桂林是怎么操作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 看来要想弄清真相 还是要突破王桂林的难关 于是警方就对王桂林展开了第四次讯问 这一次警方顾忌重施 说张应之那边已经全都招了 人家说了人就是你杀的 王桂林一听这话呀 他到底是个村妇 直接就吓懵了 甚至当时还站起来想撞墙自杀 但那警方又不是吃干饭的 立马给他拽回来了 这没办法了 王桂林终于张口说出了这起案件的全部的经过 这起案件的真相呢 其实是让人大跌眼镜的 凶手的确是王桂林 但他之所以杀人 仅仅是为了逞能 为了那区区几百块钱 怎么回事呢 要从案发一年前 1992年的夏天开始说起 那年夏天 王桂林曾经到周世金和周世宝家做客 晚上跟周世宝的媳妇张应之睡在一个屋 因为王桂林早就知道张应之和周世宝感情不和 也知道张应之在外面还有一个料有之 于是晚上在闲聊的时候 他就随口问张应之说最近的情感生活怎么样 张应之抱怨说不怎么样 然后一直就说周世宝的不是 这王桂林这人呢 他属于那种典型的招人烦的老太太 爱逞能 一看见别人遇到什么难题了 他就说哎呀你这不对 我有什么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但实际上呢 他也不怎么样 他这办法也不行 就是爱显摆 用咱们话说爱装逼 那当时他就跟这个张应之说 说嗨你这有什么可烦的 你还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村里都知道啊 能给人看事啊 你不知道啊 我曾经上翠华山拜师 学了武昌法术 这法术厉害能治死人 我一念咒那人在家里就死了 而且身上不留一点痕迹 公安化验都验不出来 而且我用这个办法呀 已经帮人干掉了两个男人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也可以用法术 把周世宝给杀死 当然了 你以后跟廖友志要是发达了 可别忘了我 他这番话一说啊 张应之在旁边一听 立刻两眼放光 但是他也害怕 他怕被人发现了 那王桂林 他在旁边一看呢 他这逞能的心又起来了 他说哎呀 你怕什么呀 我这安全呢 一直在这刀刀刀刀刀刀 渐渐的 把这张应之就给说动了 所以最终呢 为了能跟廖友志顺理成章的结婚 张应之就答应了 但是王桂林也不白干 先要收一百块的定金 理由是要去为这个做法事买一些道具 做做准备 事成以后呢 还得给七百块钱的感谢费 加一块一共八百 用他的话说 寓意双方都发大财 那么再之后 张应之就把王桂林能够用武昌法术 杀死周世宝的事情告诉了廖友志 要说这廖友志呢 他也是个傻子 好歹当过副书记 也算是半个知识分子了 他还信了 就给王桂林付了一百块的定金 但这个王桂林呢 他到底是骗人的 就爱逞能 他哪有什么法术啊 所以几个月过去了 张应之一看 这周世宝怎么还不死 就去问这个王桂林 王桂林呢 他也是满嘴抛火车 他说哎呀 我前两天啊 确实施法了 但是呢 我最近吃了狗肉了 这一吃狗肉啊 会影响我这个法术 让法术不太灵了 你这样 你再等一等 等等 我再来一次 更全面 更精准的施法 这廖友智一听 他着急呀 就又给王桂林 塞了一百块钱 让他赶紧动手 就这样 王桂林一直拖 这个廖友智 还有张应之呢 就一直在催 双方一直磨蹭到了 案发当天 也就是1993年的3月12号 那两天呢 正好王桂林 又来他们家做客 那这就是一个 杀人的好时机啊 于是 王桂林就让张应之 晚上炒几个菜 来一个家庭聚餐 他要借此机会 释放法术 杀了周世宝 但他也就是明面上 跟人家这么说 这已经赶鸭子上架了 他也没办法 钱都收了 牛也吹了 得给人办事啊 这要一直拖着 不给办 那自己以后 这也没法混啊 但是王桂林 自己又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法术 要怎么杀人呢 思来想去 王桂林 想到了投毒 因为当地 盛产一种中药材 叫铁棒锤 这个铁棒锤呢 它的根茎 长长的 像是棒锤 因此得名 这个东西有剧毒 主要成分 就是毒性极强的乌头锏 但如果使用得当 它就是一味中药材 于是王桂林 就去搞了一些铁棒锤 准备给周世宝下毒 但是他要怎么下毒呢 这对王桂林来说 就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 为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 他对张应之声称 自己是用法术杀人 所以说这个下毒的过程 还不能被张应之发现 自己这个谎话 还得圆过来 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感 不能掉价 毕竟这海口都夸下了 另一方面呢 他还必须精准投毒 只毒死周世宝 其他人不能受影响 所以这个难度啊 就非常大了 那么他当时 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说当天晚上 张应之把这菜都做好之后 王桂林过去帮着张罗 然后他就发现了 有一个碗 他被碰坏了 这边上有一个小祸口 所以在给张应之帮忙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碗拿过来 让张应之用它盛了鸡肉 那一盘炒鸡肉 他为什么要挑这么一个带祸口的碗呢 其实不用说 大伙应该也已经都猜到了 说当时这个菜都炒好了以后啊 王桂林说了 说这样 你先出去看着门 我要在厨房里施法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张应之推出门 自己在厨房里边待着 在这厨房里边折腾了好半天 最后弄得自己满头大汗 出来以后 张应之一看 哎呦 这真的是出力啊 一身的汗啊 由此呢 张应之也更加的深信不疑了 但实际上 他在厨房里边什么都没干 就光坐着呢 一边坐着 一边往四周看 这是为了方便晚上作案 先熟悉一下地形 接着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关键的时刻就来了 那碗鸡肉吃完了 然后 王桂林就谎称 说想吃鸡汤泡饭 于是他就把这个鸡汤的碗 给端到了厨房里 端到厨房之后 趁张应之不注意 他把研磨好的铁棒锤的粉末 倒在了鸡汤碗里 再后来 包括鸡汤碗在内的七碗米饭 全都被端到了桌上 那么王桂林是怎么做到 一定能够让周世宝 吃到那碗有毒的米饭呢 这个时候啊 就要提到那个有豁口的鸡汤碗了 因为王桂林 他很了解周世宝 周世宝这个人又老实又细心 果然当时在端米饭的时候 周世宝就注意到了这个有豁口的碗 但他并不知道 这个碗是当时盛鸡汤的碗 而且作为主人 他肯定不能让客人用这个破碗啊 因此当时他就把这碗米饭 最后放到了自己的手里 就这样 王桂林就实现了精准下毒 等到周世宝吃了几口有毒的米饭 中毒了 嘴麻了 王桂林才指出 这是自己要的鸡汤饭 于是就把周世宝碗里剩下的米饭 全都拨到了自己碗里 但实际上这碗米饭拨过来之后 他一口没吃 而是趁着当时周世宝嘴麻 大伙都在关心他的时候 他悄悄的溜到厨房 去换了一碗新的饭 并且过了一会儿还表示自己吃不完 给梁某又分了一半 因此他和梁某吃的都是没有毒的饭 那么自然他们就一点事都没有 再后来周世宝的呕吐物 的确也是王桂林让周世宝给清理掉的 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周世宝本人的认可 但王桂林万万没有想到周世宝竟然把这些呕吐物 扔在了邻居家的厕所和菜地里 把那些鸡全给堵死了 而警方由此也就掌握了破案的关键的线索 至此这起离奇的投毒案件就算是说完了 相信在了解完了这起案件之后 大伙的心里都会想说两句话 第一肯定是警方太厉害了 第二肯定是愚昧太可怕了 的确纵观整个侦破过程 在这样的一个密闭式的环境里 警方准确的抓住了这个环境当中的要点 直接认定凶手肯定在在场的几个人当中 而警方的推理能力和巧妙的审讯技巧 毫无疑问也立了大功 如果当时真的要把剪裁送到外面去检验 再回来 估计这起案子还会拖上一段时间 而在这起案件当中最可悲的 应该是只有小学学历的张应之 的确家庭包办婚姻是他的不幸 但他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去找一些歪门邪道 为了跟自己的情人结婚 他愚蠢的相信了有所谓的法术存在 甚至花钱也要把自己的丈夫给杀死 而他这样做换来的就是最终15年的老语生涯 而投赌者王桂林 你说他图什么呢 图钱吗 其实也不全是 这种老太太就像是天津地区经常说的能能梗 就是太闲的话爱逞能 结果玩大了收不住了 面上也挂不住了 再加上没有文化 他根本就认识不到玩弄人命所要付出的代价 因此造就了这场大祸 而最终等待他的只有死刑